其实早在RX6000系列显卡和锐龙5000系列CPU发布时 AMD就公布了一项神秘的3A加成技术 是为同时使用A卡和AO的用户提供额外的性能提升 原本以为这项项目只有AMD平台才能使用 当然现在NVIDIA和英特尔平台也支持了这项技术 那么赶紧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 可能不少老玩家都去找传统的电脑在运行一些大型程序时 比如游戏图形渲染的时候 数据首先会经过CPU处理 然后经过内存的转运 最后才持GPU进行加载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CPU一次最多只能访问256MHz的显存数据 并且还会受到带宽等问题的影响 所以最终就会出现渲染画面延迟高游戏帧数低一点现象 为了解决这种情况的再度发生 AMD才推出了这项名为智能仿存的3A加成技术 通过利用这项技术可以让CPU绕固内存 进而直连GPU达到直接读取显存的目的 并且还解决了一次最多只能访问256MHz的读写瓶颈 让CPU和GPU实现了完美的搭配 为玩家们提供了更好的游戏体验 根据AMD官方表示 在开启此项功能后 可以让游戏图形渲染的能力最多提升11% 要知道这还是并未在得到专门优化的条件下 硬件获得的性能提升 如果对其进行针对性的优化 那么性能提升将会更加明显 前日早在RX6000系的显卡发售时 AMD就公布了智能仿存技术 但当时并未实装 然而现在迹象技术已经下放到了 目前AMD平台的500系列主板和400系列主板 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使用的PCP9RX6000系的显卡 加上Zen3架构的CPU 加上AMD500或者400系列主板 那么你将直接获得额外的性能提升 简直不要太舒服 另外让人惊喜的是 智能仿存技术其实并不是AMD专属的 它只是PCRE规范功能中 一向名为Resizable By的变种 只是要在CPU的PCRE跟联合体中 先加了一个称为FORI PDEP U3264的新物理层 就能让智能仿存技术正常运转 换句话来说 除了AMD可以使用之外 AVIDIA和INR同样也可以使用 但是现在还没有等到AVIDIA和INR出售 各大主板厂商就已经率先出招了 小人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微星了 为了便于区别 微星将这项3A加成技术 命名为Resize吧 从主板的BIOS中可以看出 不论是AMD的400 500系列主板 还是INR的Z490 BH400系列主板都已经支持该功能 显卡方面则支持了AMD的RX6000系列 NVIDIA的RTX30系列 并且还可以随意搭配 比如AU加N卡 IU加N卡 IU加A卡 都是可以使用该项加成技术的 不得不说 这项技术的到来简直是一位玩家的福音 还不赶快谢谢AMD 不过遗憾的是 目前智能仿存技术 只能用于AMDZ3架构的CPU 以及INR第四代Coree以上的产品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还是省省吧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电脑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最终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